历史上最短的战争是什么? 喜欢的请订阅,我们一起探索更多知识。 历史上最短的战争是英桑战争Anglo-Sanzibar War。 这场战争发生于1896年8月27日。 仅持续了约38分钟,就以英国胜利告终。 英桑战争是一场非常短暂而又不寻常的战争。 1896年,桑吉巴尔苏丹国, Sultanate of Zanzibar的最高统治者 在不合法的情况下继位。 英国政府支持的另一个候选人 哈马德本穆罕默德 于是向英国总督 亨利埃弗里斯特约翰奥亚特 Henry Everard、John Owen寻求援助。 英国政府于是派出一支有两艘巡洋舰。 两艘炮舰和900名士兵组成的舰队前往桑吉巴尔。 1896年8月27日早上9时, 英国舰队开始对桑吉巴尔进行攻击。 同时,英国的地面部队也开始进攻。 桑吉巴尔军队的抵抗很快就被击破。 而贾玛哈密德比诺则逃到了德国领事馆。 不到40分钟的时间, 英国军队就占领了桑吉巴尔的皇宫, 并宣布哈马德本穆罕默德为新的苏丹。 这场战争的短暂性质在当时引起了舆论的关注, 也引起了一些讽刺和幽默。 它在当时被称为世界上最短的战争。 这个称号也在后来得到了广泛的认可。 尽管这场战争很短暂, 但它的影响却很大。 因为它向世界证明了英国在这个地区的影响力, 并进一步强化了英国在非洲的殖民地地位。 喜欢的记得订阅。